6月4日 外交部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赴美安全提醒 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陈雄峰指出 赴美中国公民和在美中资机构应提高安全意识 加强防范 如遇紧急情况 应及时与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副主任于建南表示 中国游客应充分评估赴美旅游风险 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治安 法律法规等信息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确保平安 谈及中方为何在此时发布相关赴美安全提醒 以及赴美旅游安全提醒 陈雄峰表示 不少中国公民向中国驻美使领馆反映 他们在入境美国时 或在美境内 被美方执法机构无端盘查骚扰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表达关切 中国外交部提醒赴美中国公民注意相关安全风险 是完全应该的事情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副主任郁建南指出 近期美国枪击 抢劫 盗窃案件频发 据相关数据显示 2018年美国接待的外国入境游客中 中国游客人数约300万人次 消费约300亿美元左右 发布赴美安全提醒 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 每一位中国公民在海外旅行时的人身安全 都是中国政府时刻关心的问题 美国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重要远程目的地之一 但是近年来 美国枪支暴力犯罪和社会治安事件频繁发生 中国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和侵害 相信中国游客会根据咨询情况 对旅游目的地的安全状况 做出谨慎评估和明智的选择 有记者问 发布安全提醒 对两国人员往来会不会造成影响 目前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陈雄峰表示 希望情况尽快得到改善 他同时强调 人员往来是促进中美两国间 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基础 中美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们希望美方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使两国人员往来更加便利 进而为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创造更好的条件